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大陆鸡尾作家 刁燕华 一日一泪写出感恩 还父亲一个骄傲 1963年9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的刁燕华 因患重症鸡尾无力 无法走路 且随着年龄增加症状也日益加重 现在常年卧床 手臂渐渐无力抬起 追从小便不能正常走路 但对知识的追求并没有停止 在其墙内要求下也曾夸日协校的大名 并且在同协编的帮制中直到初中毕业 2006年的春天 在当地网络公司的帮助下 终于拥有了 渴望已久的第一台电脑 在得到电脑的当天 便写出了第一篇散文 并发表在丹东日报的护刊版 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 并在媒体的帮助下 出版了散文集 《还父亲一个骄傲》 2011年8月 成为在网上中华诗学协研 最受欢迎的网红老师 2016年末 受聘于克隆集团 为其创办的省级内部刊物文寿会刊做编辑工作 由是中国大陆鸡尾作家 刁彦华 不为先天疾病所限制 努力学习 花费天赋 同时一日一累 写出感恩 还父亲一个骄傲 更在网路上带动 许许多多残疾人士 写出坚强 写出希望 不愧为鸡尾作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